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极限的效果 首先 让我们来打开Photoshop页面 打开后 我们在编辑菜单中选择文件 第二项 打开 弹出一个打开的对话框 在查看菜单中选择狩猎图模式 选择一张我们希望绘制的图片 接下来选好后 我们在选择工具栏中选择套锁工具 调整放大 在人物的眼部 用套锁工具 绘制出 眼睛眼皮的形状 按住save 目标 位置另一边的 接下来 我们点击右键 我们点击右键 羽化 羽化的值调整为10 确定 选择前景色 为止色 点击确定 接下来 新建一张图层 在图层上 我们填充选区 按住out和清除键 把我们选择好的区域 填充上颜色 接下来 我们继续点击 滤镜 杂色 添加杂色 杂色的数量 调整为 150 点击 分布 调整为 高湿模糊 点击 确定 接下来 我们调整 图层的 混合模式 调整为 绿色 调整好后 取消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 放大了之后 眼睛的 轮廓 边缘 会有被 覆盖的 痕迹 所以 我们选择 橡皮擦工具 用橡皮擦 在眼睛的 周围 清理 清理 覆盖的 痕迹 用同样的方法 清理 清理另一只眼睛 清理好后 收回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继续 用同样的方法 来绘制 另一绘制 嘴巴的 选区 选择 矿选工具 用矿选工具 把嘴巴 的上存 选择在里面 按住 safet 可以增加选区 而按住 out 减 减去选区 多余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 按住 safet 键 位置下存 画好后 右键 语画 语画的值 调整为 3 确定 调整前景色 为 粉红色 新键 一张图层 按住 out 清除键 填充 填充了 上颜色之后 点击 滤镜 杂色 添加杂色 杂色的数目 调整为 200 点击 确定 接下来 我们在 图层2的 范围内 选择 图层2的 混合模式 调整 调整为 绿色 调整好后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嘴 已经被 垂涮的 亮片 所盖住了 接下来 我们取消选择 在图层2上 我们选择 橡皮擦工具 利用橡皮擦工具 擦出嘴 嘴角和嘴的边缘 多余的 覆盖 清除 中心 按住 out键 回到原始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 整张图片 就已经绘制好了 接下来 我们按住 out 按住 pinture 点击图层1 图层2 背景 右键 核并图层 文件 点击文件 储存为 勾名为 把照片 勾名为 美女 把照片勾名为 彩 彩 装 没 勾名好后 点击 保存 确定 关闭 Photoshop 好了 本节课就讲到了这里 感谢收看由21互联远程教育网推出的Photoshop一千里系列教程 网继续支持